你第一个来看云端硬碟 还有其他的 这个是我用的比较多的 另外相片也非常好用 如果你们有用这个智慧型手机好了 像智慧型手机会遇到一个问题 你可能出国会拍照 或者出门会拍照 拍完照片之后 你要跟别人分享 或者要备份 其实这个相片有一个很好的功能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 就是说你只要拍完照 它可以自动传到你云端上去 随时帮你传到云端 传上去之后 你随时可以在云端上看 那如果你某一张照片要分享给别人 你只要按按钮 照片对方 或者相簿 对方就看到了 而且最近我用它一个功能 我觉得它很厉害 它还有个脸部辨识的能力 什么意思呢 它会自己帮你搜寻 你相簿里面最常出现的脸孔 然后那个脸孔 就会变成一个按钮 你按下那个人 比如说你的儿子好了 你的脸的 发现了很厉害 按下去哦 它居然把我儿子立台 从小到大的照片 按照时间去帮你排列出来 我觉得太棒了吧 因为以前你要找相片的时候 你拍很多 那你要找 你要慢慢找 一个一个慢慢找 找到眼睛好累 对不对 那现在它居然是可以用脸部辨识 帮你把那个 那个人哦 全部都找出来了 OK 那有些人 你不喜欢的 你就把它抵立着掉 全部都抵立着掉 对不对 OK 它那个脸部辨识 却还蛮好用的 所以我用它 来做整理相簿 我觉得太棒了 因为我很喜欢照相 我可能不知道照了几 大概几十万张 应该几百万 我不知道 反正一直照一直照 所以尤其对我来说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这部分的功能 不会花你半毛钱 它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叫高品质吧 就是说它会帮你转成 稍微解析度稍微 比较低一点点 但是不会太低 一个是完全 原来的 原来的相片 那原来相片可能会占掉空间 可是高品质那个不会 那你只要用高品质 也不会占空间 那也就不用再 额外花到费用 那其他像什么 Google地图 那更不用说了 像现在很流行 自由行 全世界自由行 其实自由行 第一个Google地图 你带着 基本上 大部分比较先进的国家 你都可以很 玩得很愉快 因为它里面 什么东西都有 包含就是你怎么坐车 从哪边坐到哪边 花多少费用 花多少时间 然后经过几站 里面都详详细细 清清楚楚 你根本不用担心 顶多如果你担心 你再去找 其他的那种 比如说那个火车时刻表的那些 App再辅助一下 那其实就可以玩得很愉快 甚至那个像 日本的地铁 一出来 哪个几号出口 你搞不清楚 其实你把这个Google地图 手机一放大 它都会一二三 哪一个出口 怎么走 其实你都可以 很知道怎么 所以我也用这个功能 像去日本我就觉得 好像比在台北还熟 所以我后来有带长辈去 他说你怎么这么厉害 我们都搞不清楚 你就出来就到了 对 那感觉很有成就感 不过其实就靠手机App 所以随时一打开 一看就大概知道 日本的那个火车 真的太精确了 精确到我真的是有点 吓 吓 为什么他几分几秒 几分 没有秒 几分钟 因为经常要转车 一出来 奇怪 车子真的就到了 真的 而且哦 没有一次 就是误点的 怎么会 对就是刚好那个时间 而且大概 顶多我好像有遇过一次 是差一分钟 只有那有一个差一分钟而已 其他好像都没有 如果那真的 所以有的时候像 有一次我们是从那个京都的蓝山 跑到那个神户啊 大概只有花一个多小时 大概就转了好几只车 可是都是前接的非常好 就换个站 车就到 换个站就车就到 那其实如果台湾的那个宜兰啊 花莲啊 台东啊 如果有像这样的交通的话 哇那玩的 其实经常就可以这样玩 而且其实费用也不算太高啦 如果跟我们台铁比起来的话 真的我们台铁是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的 但是他们那个叫私铁啦 就私人经营 可是是属于政府 属于政府的 国有的哦 那如果可以精确到这样哦 其实干嘛买车 谁谁会愿意买车 买一台车那么那么花钱 对不对 就是因为不精确嘛 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误点 哦 OK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当然都可以透过手机 哦 全世界其实都都可以啦 再来就是 也 像日本也蛮安全的 感觉好像也不会感觉有什么 什么治安上面的问题 很少遇到那些暴冲的 反而在台湾比较多一些哦 这 OK哦 当然不一样的国情啦 看到 虽然他们这么精确哦 可是感觉在那里生活应该会蛮压抑的 好像处处都要做到最好 好生活好像感觉好像他们也不是很快乐的感觉 好 像我们还比较可以自由自在哦 好 OK那再其他的话 这个YouTube也是啊 所以像影片哦 随时比如说你要手机上也可以直接传影片上去啊 好你要随时直播这个都OK啦 也像很多流行直播嘛 像Facebook也直播 YouTube人们直播也可以啊 你出国在外你马上直播人家马上看到 对你就是SNG转播车了嘛 所以其实说真的 现在年轻人懂得透过这些工具 比什么都还强 比记者还厉害 所以很多那个新闻 像美国一些什么 之前比较大的什么 比较负面的那个黑的那个哦 他就直播嘛 把那个警察的所有的一切 通通都直接被看到了 那这没有话讲了 你也没办法说像 把他掩盖了 OK那其他当这些 那翻译更厉害 像我们出国日语不通 他英语也不通 怎么办 干脆用哦 你就是讲中文 按个翻译 马上日文就出来 哦 他就听懂了 OK哦 比如去那边 想说要穿和服 然后那个他来的 那小姐他英文不是很好 他讲半天他听不懂 后来呢就用这个 用手机啦 手机也有一个哦 所以如果你对这些不熟悉的 可能你就可以花一点时间 把这熟悉啊 真的很方便哦 还有这个play商店是安装一些软体 行事例这个当然都不用讲了这些东西 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刚刚用的是云端硬碟 云端硬碟里面呢 其实我的目前的空间 我刚刚跟各位讲过了 其实里面就是会有 这边有个下载那个 就是同步的 你可以用电脑同步 那我目前的空间 总共是一梯啦 OK 那一梯的话 实际上应该要花一些费用去买 你可以按这个升级嘛 不过这个 他一个月现在是65块美金 诶不 诶他这样涨 这个65块是台币还是 再看一下 一梯一个月 这个好像是台币的样子 台币一个月 好一个月三百三 好那我的是一梯 不过我是免费的 我是免费 为什么免费呢 很简单 因为我跟各位讲过 比如说Google地图 Google地图里面呢 就是说他有个功能 叫做在地想导 这个在地想导 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出门 你拍些照片 传上去 然后分享说 这个餐厅好不好吃 哪里好吃 或者不好吃 五颗星 你要选几颗星 然后呢 他做一次 他就给你一分两分吧 累积大概250分 他就给你升级 送你一居的免费空间 我就这样 大概几天之后 我就一提空间的 为什么不这样 所以我现在在Google地图上面 大概也传了一两千张的照片 反正到处去玩 到处去拍 放上去 然后观看之处好像也是几百万的 OK 所以这也蛮特别的 那我们刚刚用的这个 给各位看到的这个功能 是用Google表单做出来的 就你们填的那个问卷 其实是用Google表单 那Google表单的结构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里面最重要就是说它的标题 填什么 比如说我的问题 刚刚给各位看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 然后里面的话呢 Google表单 先这个 这个里面的话 第一个就是我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班级的名称 然后底下的副标题 这个可以打可以不打 那里面就有相当问题 你可以从这边新增问题 问题里面的话可以分成大概几种 比如说你这个问题是希望是 单行的简答呢 还是多打一些字段落 或者是单选 跟核选 其实我用这四种就够了 然后就一直向下问题 一二三四 问完之后呢 那我就怎么样 这边有一个眼睛嘛 你可以预览一下 它就弹出来了 设计完 新增表单 填一填填一填 然后最后用这个眼睛 看到了 那 不过呢 上面它给你 会给你一个网址 但是这个网址太长了 像我刚刚给各位 什么GOO.GL 开头 对 实际上 就是用那个 它另外一个服务 不过也是Google的 也是GOO.GL 这个服务 然后 你就是输入上去之后 把刚刚的这个网址 复制之后 它这个GOO.GL 就是叫 网址的 shooter 就是 算是什么 缩短 缩短器 就是你把这个贴上去 它会shooter 给你一个短的网址 OK 那以后 输入这个网址 就转到那个 长的网址去了 这也是完全免费的 那另外呢 它有一个功能 就是说 如果你要怎么样 看QR Code 这边好像可以 这个可以分析 比如说点击的次数 像未来你们上课 假如我想知道 到底你们 有没有认真在学习 其实我可以看这边 比如说 这个月 到底点击的次数是多少 这边都会显示出来 所以 像这个比较早期的 各位 这个是 比较早 像之前这个 比如说 每个月同学 点击的次数 然后这边可以设定 大概 什么时间 点击次数多少次 这边都会显示出来 那如果说你要产生QR Code 就是 手机或平板 可以去点击的话 那你可以点旁边 这边有一个 也是三点 这边有一个QR Code 你可以把这个QR Code 怎么样 就是 它可以复制 也可以 就是另存 然后 你可以放在 你想放的位置里面 人家 少一下 也可以连到 那个网址去 所以做问卷 除了可以在电脑上输入 也可以少一下 手机上也可以做 刚刚那个问卷 那所以这边稍微 补充一下 说明 然后 最后你们填完的资料 它会放在回复里面 那比如说 我想知道说 大家的一个填写的结果 其实它就用图表的方式 告诉我 以往我们可能 要在eSale 要做出图表 还要花时间 那 其实你们填完之后 就会有个结果 而且这个结果 还蛮清楚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班同学 普遍的程度落在哪里 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一班同学 进阶算比较多 所以基本上 我们这班程度 其实不算太差 OK 所以 大概我们上课 会以进阶 中间那个 那个程度 当成基准 所以如果你是 选入门的同学 那你可能要一点心理准备 就是你可能要比别人 更花一点时间 有点预习 复习 这个可能要花的时间 稍微多一点 OK 然后 还有高切的 如果一选高切的话 你可能要点心理准备 可能 也许 那个进度 不太可能完完全 符合你的需要 但是 你有时间没关系 你可以再去做其他练习 我们会有一些 像参考的上课用书 里面还有其他的题目 你可以练习看看 但如果你做的情况 比如有问题的话 那也可以提出来 可以再讨论一下 反正这些 进度上 不可能符合每一个人 但是 我们会有一个标准 所以我先跟各位做个说明 因为 很多事情 大家就是一个班级 是一个团体 不是一个个人 你不能说以自己 当成这个中心点 如果你当成自己是中心点的话 你很多地方一定会不满意的 对不对 但是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 所以有的时候 还是要稍微互相 就是说设身处地一下 这样气氛才会融洽吧 不然感觉 每天就是 对啊 你看 家里如果爸爸妈妈每天吵 吵来吵去 吵来吵去 但做小孩也会觉得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可能小孩都希望来当何事佬了 对 其实有时候要做事情 尽量就简单单纯就好了 不用那么多的 很多东西要挑毛病 挑不完的 谁不会挑毛病 不过我不是很会挑毛病 我是很出自大业 我就觉得做到差不多就可以 前提是尽力啦 如果尽力之后还是做不好 那只能说自己能力不太够啦 OK 如果自己觉得能力不太够 没关系 那就让闲嘛 反正就 如果还坐在那位置 当然就还是继续被骂 OK 不好像发现即便再优秀的人 坐在某些位置 每天还是被骂 所以坐在那里的 其实就在心里准备 被骂是应该的 谁知道你要做那个位置 OK 所以有些位置不好做的 那很多 骂 我就觉得像我要骂人之前 我要先想想 我自己有没有资格骂你 比如我自己都没有资格 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不好 我骂你 我觉得心虚 但现在很不一样 很多那个很会骂人的 自己都做不到 OK 这车远 OK 再来上课希望以哪个部分为主 这个 他们同学是希望 因为我们这门课希望以高阶的 所以最多的还是这个 那高阶函数其实还蛮多的 像椅子里面函数 至少两三百个 那你不可能全部都熟悉 可是有一些其实还蛮重要很好用 可是基本上很多地方我们是用没有用过 那没有用过你要怎么用 就是不需要去死背它的规则 你要理解它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些原理原则 你等一下稍微记一下啦 其实即便你没用过的函数很快也可以上手了 有没有什么原理原则 其实你应该要学的是那个原理原则 OK不用去死背它 所以即便很多函数我根本没用过 但是我一看我就知道怎么用了 为什么 因为掌握那一些最重要的点 那其他的话 第二个最多的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工作表的自动化 这个可以再加进来 因为基本上VBA 入门班还是会以 单一个工作表为优先 为什么 因为在VBA里面的物件 其实每一个都可以当成一个物件 你要去控制它 你就需要知道物件的至少两个重点 其实物件导向的应用 应用部分 最少你要知道物件的属性 跟物件的方法 大概这两个 其实不管是其他语言都一样 属性跟方法 OK 那属性指的就是它的相关的外观 比如说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它的高 它的宽 它的颜色它的底色等等的 这些都是所谓的属性 它的状态 OK 那方法的话就是你要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你要把它删除 那就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方法 删除或者是增加一些东西 复制东西 这些都是所谓的方法 那一个物件都会有属性跟方法 这些都查得到 而且官方资料都会非常的完整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你只要知道 什么叫物件 它的属性跟它的方法有哪一些 那其实你大概就可以掌握住 它的一个 这个操作的流程 所以VBA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去控制它 那工作表也许可以延伸出来 我再看也许顶多就一个 会优先 再来就两个 三个多个 那其实工作表的大量应用还蛮多的 这个也许可以慢慢再思考一下 这个 然后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这个资料库 大家也蛮关心的 那大概会有几个方向 好 那再来的话 为什么选这门课呢 大部分同学是因为自己想要 自己想要多学一些东西 蛮好的 再来就工作上 反正有三 兴趣 OK 好 其他的话 这个应该 再来看一下 愿不愿意担任这个 这个是最重要的 看一下 哇 目前有一个比较 担任学艺有两个 两个 但是我们不用两个 我们只要一个班代 跟一个学艺 所以这两个 要不就是 这样是最好的 OK 那可是问题是 我们要怎么把这两个人找出来 对 接下来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东西 它存在哪里呢 其实很简单 其实它帮你做完之后 有没有 它这边有一个 Excel的 这个绿色东西 其实就是它帮你放在 Google的试算表 不是Excel试算表 是Google 也会有个试算表 但是它是完全相容于Excel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点开来 你们的那个 所有的作答结果 通通都出来了 那不过我有把你们的名字 都把它隐藏起来 因为有个字法 所以逼两个把它隐藏起来 OK 你可以隐藏 因为我这边有录影 OK 所以看不到 不过我可以知道说 大胆同学是哪个行业别 然后大概需要什么东西 那再来就是说 我怎么知道说 哪些人是愿意的 我可以做一个动作 基本上 在资料里面 它一样会有个筛选器 那这个筛选器 跟那个Excel里面的筛选一样 那有一个是 愿意担任 所以把这个点掉 按确定之后 我们就出来了 就这两位同学 OK 那这两位同学的话 那我就把 隐藏栏位这个打开来 好了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 这两位同学 一个叫做 罗绣花 OK 一个是 蔡佳蓉 这样 好 那 你们两个 要不然等一下 那个 下课休息一下 你们两个 讨论一下 好 可以吗 看谁要当那个班代 那谁要当学艺 啊 或者是说 两个可以 就是不定期的 可以change 没关系 反正 刚好两个 这就是比较好解决 OK 可以吗 OK 所以下课时间 两位再讨论一下 OK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 那所以下课 应该 或者到那个行政中心 他好像会 请你们两位 填一些 你们的一些资料 确定我们这班选完了 OK 这样的话非常有效率 你做事情太好了 所以有时候真的要效率 这还蛮好用的啦 我觉得很多时候 方法对的事情 就很好解决 方法不对 一直在那边 无穷回圈 一直在鬼打枪 对 一直好像这事情 我是觉得 我们都觉得很简单的 为什么好像还是搞不定呢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我也搞不清楚 所以有时候 那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 我们要教育小孩的时候 其实身教重于言教 所以很多时候 你跟他讲说你要好好念书 你要好好念书 我以前 看那些小朋友的那个 他们的那个 因为我以前 在学校教过书 我看过他们的那个 回来的心得 里面写的时候 一直很 好几个啊 都写一样的 为什么我爸妈 自己都不念书 偏偏一直每天 你会骂我 一定要好好念书 这 这 哎对 其实很有道理 那小孩 给我很多的启示 对 有时候如果我自己办不到 我会说啊 没关系 而且甚至我还跟小朋友说 我的儿子 他不害念书 我说你不念书 没关系 这个世界上 不是说只会 只有念书 这一条路 你只要尽力的把你事情做好 其实像日本很多人 我之前去去美国游学的时候 遇到一个同学 然后老师问他说 你的志愿是什么 他们可能会想说 我要 他说我要当个卡车司机 想说 我是不是有看错 我还问他说 他就说对 他以后的志愿 就是当个卡车司机 后来我到日本我才发现 真的他不管做什么 即便是一个保全人员 他的 对 就是整整齐齐的 当个工人 也是整整齐齐的 他也不会坦胸落背 他即便在这 他还是要一个样子出来 所以我可以 就像那种精神 就是不管你做什么 你就是做到最好就对了 不管你做什么 所以我说 你不念书没关系 而且你可以 至少你把人做好就好了 你不会念书没关系 基本的那个态度也 也还是要有 这些好像慢慢 大家不是很重视 如果 OK 那所以这个部分 就两位同学 我们可以很快 那这个当然 我刚刚是用那个筛选器 其实这个筛选器 即便你 如果不用ecell 如果你手边没有ecell 其实你把它放在云端上 也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而且这个还蛮厉害 就是说 除了说在电脑上可以用 手机平板 一样可以用 而且如果你登录 一样的帐号 手机跟平板 也都可以用 或者是说 你要把这个结果 给别人共用的话 这边有个共用 你把它共用一下 那你就可以 把email信用给他 然后给他几个权限 看他是编辑 就是他也可以跟你一起修改 或者说你只能给他看 那就可以解释 这样就可以解决 所以其实工作上很多 我觉得这个 用在工作上 其实都非常的好用 OK 那这边的话 那最后还有一个 就是说 如果你希望把这一个 这边我把那个筛选器 给先关闭好了 OK 然后 好 这个再把它 就从这边 筛选 再把它全部再 全部 清除好了 奇怪 没出来 好 没关 OK 奇怪 没出现 有了 在这里 OK好 那最后甚至 云端的东西呢 假如说 你要把它变成e-sale的话 其实也非常简单 有没有 这边有个下载 有没有档案里面有个下载格式 有个e-sale 但如果你不习惯在云端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大概是这样子 那 待会的话 我想我们就 就要开始来看一些 比较 课程有关的 那 请各位 待会再 如果有时间的话 就记一下这个网址 我们的云端 云端 云端是放在这一个 这边这个网址 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那待会我们再来继续看 这个课程后面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 好